在千夫子轨游 团剧中的变怜 整个变怜 好 好 好 来 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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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实在是 太难了 真的是我都蒙了 我完全蒙了 光记颜色 我已经觉得我快疯了 我要写绿 啊接下来又是绿啊 你写深绿 十四位川剧演员 惊战了变脸记忆 让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触 而在表演开始后不久 评委们却意外发现了一个 让他们惊讶无比的事实 我们一直以为 一个人先全部表演完 但其实不是这样 他们是轮着表演 每个人出来一轮 又出来一轮 再出来一轮的时候 我已经要疯掉 反反复复的眼花缭乱 我心里真的 没法处理的地方 我现在连谁演过了 谁没有表演 我都不记得 太难了 我觉得太难了 数量太大 太大了 连续多轮的脸谱展示后 川剧演员们 一字排开 并逐一战式最后一张脸谱 表演者依次恢复本脸 选手则根据表演者的展示 快速整理表演者 先前锁遍脸谱 好 谢谢十四位艺术家的精彩表演 谢谢他们 好 看完他的那个挑战的过程之后 我很担心 很可怕 这个项目的难度 比我预估的还要高一点 我对他的信心指数 的确是向上的一定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 彤丽雅为李威出题 有请 因为刚才我自己也有试着记一下 但我好像能记录他的一张到两张脸吧 我选这位老师 那么请这位演员向前一步 翻场开始 开始 麻烦对我老师把三只拉起来给我看一下 观察完毕 这么快 这么快就完了 太快了吧 现在 是真的吗 我们请这位演员老师 到舞台下面进行变脸的复原 也谢谢其他的艺术家们 谢谢你们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能把难度再稍微加一点吗 还不够难 已经很难 超级难了 他怎么还能再加难度 很难想象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这是你的权利 但是我想问一下 你确定你要加难度吗 对我要加点难度 我会后面会告诉你们原因的 行吗 你们不用问一下 挑战者愿不愿意接受吗 选手你愿意接受挑战吗 根据比赛的规则 选手也可以有权不接受 李渭你愿意接受吗 因为我来这里 就是为了完成这件事 所以我必须接受 无论你有多难 我要的就是把这个项目 玩到极致 我请第一位老师和第二位老师 我要他们俩的都是第五张脸 到时候请我们的选手 把那两张脸给挑出来 李渭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观察开始 能请左边那位老师 把肩头转过来一下吗 肩膀转一下让我看一下 OK 转回来就OK 好 谢谢 谢谢 观察完毕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同样的请这两位演员 暂时到台下休息 并恢复原先的变脸 有请 谢谢你们 李渭准备好了没有 行动好了 挑战开始 开始 园主达 妈妈帮我选择正了脸颇 因为我的本子上的记录是 第一张脸是绿的 我说完了 她错了 两个滚头 我看完一个之后 我竟然只能找出一个脸谱 心想这下可能真的可以悬 反复的对比 长时间的犹豫 在三百张脸谱的包围中 李威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 她的犹豫全都来自于干扰上 那是最有条件的时候 这个脸谱 它耗时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把我选择最大脸谱 经历了漫长的犹豫 李威开始快速挑选脸谱 此时的她 究竟对挑战已经胸有成竹 还是在失败前 进行最后的挣扎 他把我选择最大的脸谱 她是统一把她拿下来 然后再排 她有她的技术方法 我觉得她好厉害 主持人 我已经确实完毕了 现在让我们再次请出 弘丽娅所挑的这位演员入场 接下来我们要验证的是 第一张脸谱 三 二 一 开始 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这是我选择的最接近的一张 我可以上来看看吗 可以 画师在画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小误差 它都是手绘的 对 我可以去脸谱台 拿一张类似的过来 对 有没有比这更近似的 哇 你记一下 到底哪个是人家挑的呀 别忘了 待会儿 好 我们请科助呢 帮助多哥的卫 拿一下脸谱 因为多哥的卫 还可能进行挑选 这个是最近似的 这是选手的选择 我的左手是选手的选择 右手是能够找到最近似的 大家可以看一眼 有多相似 然后我们跟演员脸上的脸谱 对比一下 选手指认的第一副脸谱 是完全正确 好 恭喜 我最后指出一点 这是正确答案 但是即使是正确答案 跟演员脸上的脸谱 是有差别的 比如说在鼻子附近 看一下这是鼻孔的地方 是两个黑点 而画师画出来的是 两条长形 是有差别的 所有的脸谱都是手绘的 这是民间艺术 这样的创作 恰恰不是像复印机一样 这给选手的记忆和回复 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接下来第二副脸谱 到底正确 不正确呢 我们开始演员 因为我们在制作脸谱 模型的过程当中呢 用的颜料会出现一些色差 正确 接下来我们见证第三副脸谱 姆斯佛正确 正确 我发现其中有一个 只有在舌头这个颜色上 有一丁点差别的 他的舌头是黑色的 我印象当中 这个熊猫是有着粉色舌头的 他还有时间观察这种细节 天哪 来 接下来音证一下第四副 到底是不是呢 开始演员 正确 正确 好 接下来第五副的脸谱 见证开始 正确 颜色色彩差很多 好 第六副脸谱 正确不正确呢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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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副脸谱 颜色彩 正确 正确 李卫的挑战进行了异常顺利 可是脸谱的颜色差异 一直困扰着比赛的进行 接下来即将验证难度最大 同时也耗费选手最多时间的一张脸谱 这次的结果又会如何 这次的结果又会如何 颜色差的太大了 我们多个的位能不能够替他找出 跟这个脸谱相似的其他脸谱 就这张脸其实还是最难记的 因为从我这个角度去看老师 我没有看到脑门上的那个字 色差也是最大的 大推卫找到什么了 找到那个类似的 太像了 你是 李卫的选项 遭遇到评委们的强烈质疑 而大推卫也从脸谱架上选出了一个 与正确答案极其相似的脸谱 难道李卫的挑战即将终结 悬念即将揭晓 找到那个类似的 你能告诉我区别在哪吗 左手是选手的选择 对 右手是类似的干扰相 大家可以看一眼 看见差别了吗 这两个点看到没有 黑红白 看到没有这两个点 你看在嘴巴附近 嘴巴那一圈干扰相是黑的 有黑勾边的 你的脸上是没有黑线的 黑的轮廓线 轮廓线 对对对 对对对 那么多个多位你确定哪一个是正确的 这是正确答案 第八谱图正确 李卫是否能够成功就在此一举 在你的选择当中 他变得是最后一幅脸幅 对不对 对 到底正确不正确呢 验证开始 大家庆祝的有点早 我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衣服 这个演员可能背后还有衣服呢 到底后面还有没有变脸呢 三 二 一 验证开始 太厉害了 太棒了 成功了 太棒了 真是不可能的任务 做完点 你挑战已经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Dogway 所挑选的这两位演员入场 好 那我们首先验证第一位演员的第五张脸 请这位演员做好准备 好准备 现在开始 二 三 四 好 第五张是不是 一位所挑选的这一幅脸谱呢 验证开始 相当了不起 我们也请这位演员的变回本脸 各位各位 你看一下 是不是您选出的那一位 就是他 就是他 好 谢谢 来 第二位演员 开始 好 三 四 好 关键的时候 到了 第二位演员 所编的 第五章 到底正确 不正确呢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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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 好 我们请这位演员变回门脸 各位各位正确吗 是吗 是 完全正确 好 谢谢两位演员 请在台下休息 谢谢你们 谢谢 恭喜你 作为运动员 我最担心的是一个重要的比赛的时候 当你需要全神贯注的时候 那些干扰会影响你的水平 那整个的过程当中音乐那么响 然后大家在很多的走动 至始至终干扰很多 但你又都保持了非常非常高度的那种精力 集中的能力 我觉得非常佩服 所以我特别特别希望高度的演员在打分的时候 跟我们评审的能够一致一次 还有一件事情 刚刚李嘉宇讲的干扰 我到后来你们出题目我才发现 原来这个老师 这边还有两个狮子呢 那么大我居然没看见 你就知道那个有多干扰 眼花缭乱 晶晶亮亮 黄黄绿绿 好多细节我都看不见 他都看到了 甚至是嘴唇的颜色 所以我在这里也希望 Dr. Wei 你还是以科学当你唯一的标准 我听见了 我听见了 科学是Dr. Wei唯一的标准 但Dr. Wei不是唯一的科学 我从来不敢标榜自己是唯一的科学 等一等 我觉得现在Dr. Wei还没有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们先不要预先审判他 我们是希望 是不是以前干的坏事太多了 我为什么选这个老师 因为他一上来 我发现他拿的这个绿扇子 其实是最突突的一个颜色 我有倾向于他 我希望他选的简单一点的 可是当他在变脸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他又很难 是因为他有两张脸都是接近绿色 挨在一起这就很容易乱 而且今天台上所有的老师 绿脸的特别多 我就觉得完蛋了 我怎么给他选了一个这么难的 我希望打高点呗 我还有一个这个问题 因为刚开始的那个VCR的时候 你说你今天来这里 还为了一个人而来对不对 现在能说吗 其实这一刻我觉得特别幸福 因为今天我的女儿刚好是九个月 我的女儿一出生就有先天性心脏病 她的前三个月 我收到过五次的病危通知书 医院的医生告诉我 如果我的女儿 要完全康复的话 必须在三到五岁的时候 完成一次心脏手术 在陪女儿的过程中 我感受过了一些 做手术的小孩的那种痛苦和绝望 我的女儿几年之后 要面对对面困难 所以我今天来这里挑战 这么一个有趣 而又有难度的项目 我女儿看得懂的项目 我希望她三到五年之后 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 能够鼓起勇气 去完成她的挑战 我和她的妈妈一直爱她 我刚刚还在想呢 一个核电的工程师 然后她平常看的 其实都是数字或是报表 那为什么她会来挑战 这样的一个面具辨识 原来是为了女儿 花花绿绿的小孩看得懂 这个爸爸真的很伟大 我们大家一起集气 替一个女儿祈福 加油 我说这个故事 是希望我的女儿看 并不是希望都可以看 我希望 那我还是 我女儿心中 我还是一个光辉的呼吸 一样 我所以希望都是为 还是按照她的科学标准 来给我打分 谢谢 谢谢你 郁佳 谢谢你 郁佳 我觉得你最后这句话 说得特别像男人 我有个想法 就是说中国羽毛球队 现在有现役的世界冠军 有21个运动员 然后还有11个教练员 也是世界冠军 我希望节目组如果有兴趣呢 专门在这里做一次 一拍的活动 我会把我们所有的冠军 带到现场来 每一个人 答应见我们的 获得世界冠军呢 无论是衣服还是球拍 做一拍 然后把这个费用 给李威的孩子 去做心脏手术 或者是给那些 需要帮助的那些儿童啊 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有那个能力 去给我女儿健康 我希望永伯老师 这做件事 能够捐给那些 其他患养心脏病的儿童 因为我发现 在治疗的过程中 有很多一样 来自农村的那小孩 他们没有费用去治疗 所以选择了放弃 我希望永伯老师这件事 能给他一丝希望 谢谢 各位各位 科学是你判断的唯一标准 这一点我们慎心不疑 好 最强大脑 最爱经典 见证经典 各位各位 会打出怎样的难度 细数分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六十分 七十分 最后的门出战 一场一场 进凌 好样的 我相信我就是奇迹 为说好是要 我幸福你 祝福你的女儿 好伟大的办法 真的特别特别地感动 开始我觉得我们会为她 惊人的这个记忆力 觉得好牛 然后会震倒 但是听到她的故事以后 她又会那么淡定地说 我可以依靠我的能力 去给我女儿 幸福健康 我觉得特别特别地棒 好 谢谢 谢谢我们俩 来 去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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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维 今天她展现的能力有四点 第一点肯定是快速记忆 第二点是她记忆的精确性 你不光光是要认出来那一百二十张脸 而且要把一百二十张脸 跟其他的混淆变量一百八十张脸分开 更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 某一个变脸表演者 脸上所有的脸 我加示的目的是为什么 因为有可能 我们挑选了一个 她最熟悉的演员 那她就没有完完之间展示出 她精确地记住了所有的脸 这是个很好的记忆的精确性的展现 第三点 你不光是把十二张脸挑出来 你还得按顺序排好 第四个难点 画师画出来的图 跟演员脸上的那张脸 是有差别的 那这就表明她的记忆 必须要有容错性 精确性 容错性 这两个是矛盾的 你要把这两个完美地结合起来 今天她表演得非常出色 好 谢谢